欢迎收听Coco早餐 Coco's VIP Coco's VIP 今天礼拜一 刚才我们评计二论 结束之后 特别为各位安排的是 蒋万安的专访 重要的原因当然是 蒋万安的参与国民党的初选的结果 昨天形成了一个新闻的风潮 万安 你早 各位早 非常恭喜你 谢谢 这个努力对很多人来讲 虽然并不意外 但是也蛮辛苦的 一开始很多人说 哇要跟这个蕾蕾阿姨去打 是蛮辛苦 而且那个选区里面是 还有王鸿威 这个你跟这个罗淑蕾 可是罗淑蕾委员 昨天晚上已经说了 他说他向国民党中央已经抱怨过 说这个民调机制有瑕疵 你怎么回应 我想这个民调时候 我想三方的参选人都有派这个监票签听的 有是 有他同意各派一位到个别两个民调公司去听 那当然我觉得基本上在民调前我们也都开过协调 讨论整个民调的机制 跟怎么样做民调的方式 很清楚 那当时各方也有提一些自己的意见 然后最后定案 那我想确定了这个游戏规则以后 那我基本上我就完全尊重 我那时候也说 不论民调结果出来如何 既然有一套游戏规则出来 我们就一定要尊重最后的结果 对 所以你也希望对手能够尊重最后的结果 我想任何就说 这个任何民调了 当然它不是完美的 那我想 这个既然定了 大家也都有充分讨论以后 那我们就 就应该要照着这个规则走 其实你的初来参选 这个当时很多支持 据我知道 竹科园区六年级生 年轻世代对蒋安安确实新面孔出现在政坛上 不管是哪个政党 其实他们是蛮喝彩肯定的 可是很多人认为 其实蒋家的这个姓氏 对你来讲是负债 不是资产 而罗淑雷委员在最后阶段 其实也有批评你是正几代 对不对 那有人就说 那你正几代 那你干嘛去支持连胜文呢 所以这个 很多人就说 这个罗淑雷好奇怪 但我看你好像也没怎么批评他的样子 在这一次的 这个这一次的选举 你学到了什么 而蒋家的姓氏对你来讲 现在看起来并不是一个资产 你未来再打这个 接下来的第二战役的时候 要怎么办 我想这一次第一阶段民调 短短的20天左右 我329开始选这个登记 递交参选医院书 到民调最后一天19号 差不多21天时间 我一直也在思考说 这么短时间 我要怎么样来利用这个把效果极大化 做最有力的冲刺 那我想我最主要 其实这20天我就是轻跑基层 就是我从一早5点多开始到公园 去跟早晨运动的这些民众 去聊天去握手 然后站捷运口 他们认识你吗 一开始都不认识 说真的这个 很多人一开始认为说 讲完不是一个女生吗 真的不认识 然后他说 你起像你要参选什么 他们完全不认识 那尤其到市场 这些民众买菜的 或者是一些商家 这个一开始不认识 然后完全是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一开始贴了这个讲完三个字 我就想让大家有印象 完全前前算第一个礼拜完全不晓得 所以我发现后来 抛了几次以后 不断的去市场 很多商家说 讲完我看到你三四次了 第四次 然后还有民众说 完我看到你第五次 他说不同地方 早上你在捷运口 下午A你又来公园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情跑是 突破知名度不够的 一个很大的要素 对这么短时间 说实在我就是一天 当三天用 预选当大选 其实当时很多人就认为 你条件不错 因为至少这个专业认真 而且有这个年轻的 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 世代交替的因素 可是大部分呢 选举专家都跟我说 太晚发动了啦 哪有329才宣布 4月的17 18 19就要做民调 换句话讲 在民调之前也不过才18天的时间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好可惜喔 这个他为什么没有 这个而且认为罗淑雷的 这个现任立委的张力很够 因为他平常知名度很高嘛 对不对 所以突破了这个初选的第一战役 你一方面是你自己情跑基层 第二你觉得民调 给了我们这个社会 什么样的一个政治讯息呢 呃我想这个整个我拜访的这个 这个行程当中 我得到很多反应是很直接 他们直接会说 呃对于年轻人 他觉得呃年轻你你很勇敢 你就是要站出来 嗯 那我相信很多 还有很多公民党员 啊这个他们也说 啊现在这个大环境很不好啊 你怎么愿意跳进来啊 嗯 这个 那可是鼓励的还是很多 他说我们就是需要年轻人 嗯 做事做一些改变 对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 呃我的反应是 大家其实的确 对国民党 或是对台湾的政治生态 是有些失望 嗯 啊然后有时候真的是 当着面就批评 给我很多建议 但是我看得出来 尤其这次民调结果出来 其实民众 或是国民党员 嗯 其实对党 或是对国家 是有期待 嗯 哦 你看得出来他们是希望 有有有希望 就是说还是保有希望 嗯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代表年轻代表改革 他基本上 不管是蓝绿的选民 其实还是给予肯定嘛 那要看国民党 未来的改革方向 可是这次选举 这个这个是初选的预选 哦 那嗯 罗书雷 大概领先不到 五个百分点 因此他必须进入 第二个战役 据说 就我知道你是第二名 你一开始选 就打败了人家 那个市议员 已经做了两三届吧 两届半的 这个王宏威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 你们要怎么办呢 这个 这个游戏规则 下一个阶段 你会不会更惨烈呢 因为罗书雷 不可能要输嘛 那罗书雷到处骂 你是正极代 蒋家仁啊 这个权贵子弟 怎么办呢 接下来 我看更麻烦呢 你怎么去应对 其实这一次最后几天 的确有些人质疑 尤其我这个文宣做得很积极 所以钱哪里来的 我看王后一昨天讲说 你有一堆广告啊 是 但我想我特别说明啊 就是说 的确我刚刚提到 一开始真的没有人认识我 嗯 我就是 我就是 定调就是说 我就是跑七层 对 有一句话就是 呃 选举没师傅 算计没师傅 嗯 呃 呃 就是你要 努力 勤奋 你就有 所以我们定调这样子 那可是因为实在没有认识 所以我们就 必须要在自己 我自己能力预算 我们就是 跟我幕僚也讨论 就是我们 我们资源 就是投在这个预选上面 嗯 因为说实话 你要突破预选 对 如果预选没有过 民调没有过 今天整个局面就不是这样 所以你的战略是对的 是 我如果这样 我连 我必须要拿掉 拿到初选的门票 对 我才能进到下一阶 嗯 我如果第一阶段都没过 那根本不用谈 嗯 所以我也展现说 我的一个决心 人家说因为你爸爸有钱 所以你才有那么多广告 真的假的 当然不是 我想 这个是我 我真的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几乎也把所有的 我的资源投在这上面 你后面有金主吗 完全没有 我想 这个后续的选战 我 坦白说 我也没有能力 嗯 也没有办法再 做这样的一个 所以你把你的这个资源 放在预选上面 这是你的战略 因为有了 有了初选的门票 你才能打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很多人认为 王宏威的支持度 可能会跑到你身上去 因为到时候会 二三名会整合 然后 但是罗淑雷 他的这个资源更雄厚 他有会计师啊 他有国民党 他的老朋友啊 像蔡振元这些人 他还有可以打你权贵 但是他打你权贵 唯一的没有办法 说服大家的时候 他支持过权贵了 那你是 对他们这些 长辈们是代表 是用比较温和的方式 你现在完全对于 所谓王子复仇啊 这些都回避 你是故意回避吗 你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战 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我 很真实说 这的确就是我自己选战了 完全没有所谓 真的王子复仇 我说实话 你也不是王子吧 我也不是王子 你刚提到什么 这个权贵 其实我也说了很多次 蒋家其实就是一个姓氏 对我来说离我比较远 那所以这次之后的选战 我会用一个全新的打法 我刚才说了 我就是要拼这个预选 之后的确 我想民众 我的反应 情走基层是有效果的 大家开始知道 讲万人是谁 接下来我需要用我政策论述 用行动 让大家来认识我 直到说那蒋万 他能够为我们做什么 这个好问题 蒋万可以为大家做什么 蒋万虽然姓蒋 蒋介石先生的重孙 这个对很多人来讲 这个身份还是很特殊 那他用预选把资源利用 然后让自己请走 终于打破第一步 把罗书雷都给绊久了 这也真的不简单 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 再来请教这个蒋万安 接下来的初选战 恐怕会更惨烈 你会碰到更多的 更艰辛的一些批判 那这些艰辛批判 怎么样来回应 立刻回来咯 好这个好在这一次 国民党的中山跟松山地区的 这个选区的初选的预选当中 这个蒋万安创下奇迹 他在十七十六天的时间当中 从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候选人 打败了至少他这个打败了 这个罗书雷的这个立法委员 现任者这个参选的这个资格 而拿掉了预选 拿到了预选的门票 接下来你说你要用论述 那什么样的论述 请你告诉大家 为什么大家选一个 没有任何这个政坛资历的蒋万安 而不许选一个资深的罗书雷呢 我想第一个我的专业 在因为律师 所以对于立法跟一些法案 其实我一直长期关注 你有台湾的律师资格吗 没有不过 因为政大法律是毕业 对于也长期关心台湾这些重要的法案 尤其民生法案 那我这个 因为长期协助科技新创 所以对于年轻人 创业或者年轻人就业的问题 我很关心 所以你有美国律师的资格 对 好 那你用创新这个领域的律师 帮助年轻的科技业者的创新的这个年轻人 对 那这个 那当然也关心非常多年轻人失业 以及如何复杂他们就业的问题 尤其比如说 我在我脸书上面有这个政策阐述 包括 目前这个 立法院也讨论很多的 这个加薪司法的问题 那我觉得除了加薪司 除了对这个 加薪资提高以外 更重要是如何怎么样 让年轻人的就业率有提高 如何 你做立法委员 你如何帮助年轻人突破现在的闷局 对 比如说 给中小企业 这个租税的优惠 让鼓励这些中小企业 不是大企业 中小企业 来兼用年轻人 兼用年轻人 并且提供年轻人实习的机会 现在加薪司法 他是提供租税优惠给企业 让他们来加薪 对 可是我觉得可以 针对中小企业 给他们租税优惠 让他们来提供 工作机会给年轻人 而且呢 另外也可以 让他们多提供实习机会 年轻人 让他们至少 有职场的经验 有寻导一计职场以后 方便他们转职 我觉得这些都是 很好的一个做法 未来可以推动 对 那长远来看 我觉得是要解决就业问题 是需要加强既职教育 这一块是我们要 目前要推动 要改变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当然立法委员 可以帮助年轻人 确实有非常多 你的具体的自信心 跟你的具体的作为 对 甚至我 我未来 我也已经开始在思考 就是说 如果进到立法院 可能 我觉得 比如说 司法委员会 这是我的专业 或是财政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 针对这个 比如说公司法 证券交易法 我的专业的部分 我可以来尽力 来推动一些法案 但是罗淑蕾 人家是会计师工会的理事长 这个 他有两届的立委的资历 你会怎么样去告诉大家 你比这个八年的立委资历的 罗淑蕾优秀呢 我想这个 就政策面 专业度 立法院 我相信 我的能力 确实足够 而且我也特别 关心 就是说 民生法案的部分 除了年轻人就业问题 那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孩 幼儿教育 照顾的问题 幼兆法 其实也躺在立法院很久 所以其实 我有深切的 这个 感受 这个 有亲身经历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年轻爸妈们也很关心 双心家庭 他们会需要自己的孩子 能够有 有 这个 托儿所 幼稚园能够 照顾 那另外就是 针对老年人 长照法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块 像我拜访里长 很多人提出这样的一个 这个需求 就是说 在他们里当中 有很多这些 独居老人的问题 所以他说 这块是需要 赶快来 立法来解决 所以你已经准备好 你未来的 下一阶段的政策论述 来证明 你会是一个优秀的立法委员 昨天你的民调 在下午的时候 这个 党部打电话给你 说你们 预选 你已经过关了 那 你的爸爸 或是你的妈妈 有听到这个消息吗 然后他们呢 我接到党部的通知之后 我当然这个 之后也有 打电话给我父亲的时候 他在外面 他说什么 父亲就说 这个很好 继续加油 很多人说 因为蒋家 现在是你的负债 所以你故意让你爸妈 不出来帮你 这个公开助选 是真的吗 我想完全没有 他有点伤害 这个蒋孝严先生夫妻 但是 我只是很直白的请教你 要把他们藏起来 没有没有 他们其实现在 我觉得也非常感谢我爸妈 他们其实 在这段时间 帮我照顾我的孩子 现在你的孩子 放在爷爷奶奶家 爷爷奶奶家 所以你跟你老婆出来 对 他们也很爱 能够有更多时间 可以陪孙子 不错 所以其实我跟我太 你有没有心理准备 下一个阶段的选举更激烈 因为你的对手 会很惨烈的攻击你 因为当时柯文哲的时候 MG149就是被罗鼠雷 K的惨包包 有没有 你会不会让蒋家更糟糕 这个到时候把你蒋家的 所有的事情都献出来 批判你怎么办 我想这个 当初我既然决定参选 这个很多问题 我当然也都预想不到 心理也都准备好 那我相信 现在正式初选开始 绝对是一场硬仗 是 所以你有心理准备 我有心理准备 到时候他会告诉你 你的真主妇 是一个毒夫 是独裁者 白色恐怖者 你怎么办 其实我想这个很多历史 其实过去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历史 大家都有不同的背景 可是 大家我感受到的 都有相同的未来 我们要往前看 向前看 我觉得这个是 大部分民众 甚至年轻人 他们现在 所期盼的 好的 那我们就继续看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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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